觀察教育進行會的宜貞還有思維 然後他們要分享的是草根監督媒體計劃 就是有關於媒體如何 就是媒體治癒跟媒體監督他們想要做 那就請歡迎他們 大家好 我是宜貞 我剛才沒有三個關鍵字介紹 所以我就介紹一下 第一個是台大新聞所畢業 才幾天而已 然後第二個關鍵字是媒體觀察 在媒體觀察教育進行會工作 然後第三個就新手第一次 第一次來看一下 好 那我先簡單說明一下我們做的事情 就是過去 我們今天提了網路新聞的提案 那就是過去其實我們一直是在做草根計畫 那我們是在監督媒體 觀察媒體 但我們自己不是一個媒體這樣 那我們過去 我簡單分享一下我們過去2015年 到2016年我們做哪些事情 其實從2014年就開始做草根計畫了 那在內湖就是這幾個是我們執行過的比較近的計畫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我們做了哪些事情 像在內湖上同案的時候呢 我們就就是在臉書上面分享一個問卷 然後其實我們還蠻驚訝的 就是在兩三天內把就收集到1400個問卷 然後這是大家的就是回饋 然後也有蠻多媒體報道的 那另外呢其實我們比較長期在做的是電視新聞的監督 那電視新聞監督的部分呢 其實我們有策略就是這是各個電視台的策略 那我們會針對一些事件 例如說像這一次就是復興控難 那就是針對就是我們會就是分解 然後讓志工 從一開始我們是讓就是新聞傳播的學生 然後來做觀察 那後來就是邀請就是大家就是公民一起來看 那就是值得一提的是 我們去年呢做了網路即時轉載新聞的監督看 那在這一個就是專案中 我們遇到了還蠻多問題 因為你知道我們基金會裡面大部分都是新聞背景的人 那其實我們沒有什麼資訊人這樣 所以我們在就是做這個網路新聞的監督看的時候 我們就是設定一個範圍 然後讓志工去監督說 例如說4月1號到4月3號的即時新聞 可是我們是以四大報來做觀察 那那時候四大報他們的即時新聞 其實洗掉的時間不一定 那時候我們就遇到一些問題是 就是志工他們沒有在一定的時間內去會 做問卷 那新聞就洗掉了 然後他們就沒辦法看了 所以我們的回收率就不是很好 那我們就想說那怎麼辦呢 就是針對網路新聞我們到底 我們要怎麼去做監督 我們要去怎麼做觀察 以及大家到底在意網路新聞的什麼 那那我們 可以 從去年底吧 我們就發現有很多假新聞 然後我們知道政府現在也很就是關注假新聞的部分 那為什麼我們想要監督呢 其實就是 欸 沒辦法先講 其實就是網路媒體它使用率 大家幾乎現在都用網路看新聞 都是在臉書上面看新聞嘛 那就是網路媒體的影響力其實越來越大 那但是其實卻沒有辦法監督 因為除了違法的部分 其實你沒有辦法直接介入 那因為就是違反言論自由嘛 那所以現狀的話其實網路新聞很多 然後就是自律其實沒辦法落實 然後他律我們的影響力好像也還不夠大 所以我們很想知道說 欸 就是有沒有其他的就是監督的方式 那主要的話 我們是監督這些網路新聞媒體 那上次媒體的部分的話 就不在我們這一次想要觀察的範圍裡面 那我們計畫的目的呢 其實就兩個就是早上有提過的部分 那計畫執行呢其實我們有三大核心 第一個核心就是新聞的表現怎麼樣 他們到底優不優質 他們到底有沒有公信力 那第二個是新聞倫理的部分 那第三個其實就是假新聞 那我們想知道我們會召開諮詢會議 先跟業者們去了解網路媒體的現狀是什麼 那第二個是進行網路新聞的一些評鑑 那第三個就是用型科技的方式去進行監督 因為我們不能再用過去就是讓大家 就是一筆一筆去看即時新聞的方式 就是自公也不會想要去做這件事情 那第四點是我們想要推動就是公民來做監督 那第五個就是假新聞的部分 那這是我們的圖表 就是背景的部分就是網路業者的資訊 還有公民論壇 我們會舉辦一些就是 例如說 我們會舉辦一些公民論壇 然後第一個是品見 就是優質的品見 然後第二個是監督的部分 那因為我們發現說像很多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新聞報道出來的應該是真的 然後應該是可以信任的 可是其實有很多並不是這樣子 而且有很多可能是某個人說什麼 我就先報道了 所以我就以為那個是真的 那所以我們想要就是開發 例如說有沒有一個東西是可以我丟上去 然後他可以告訴我他是不是真的 那但是這可能有點難 所以我們想說是不是可以丟上去以後 然後例如說在LINE裡面 那我看到這個訊息 那他同時會告訴我說 欸還有以下這樣這麼多的資訊這樣 那另外是美海黑客送的部分 我們希望就是讓大家來去做一些提案 因為促進大家很多想法 我們不太知道 那我們可以提供一些資源 然後就是來做一些討論 然後以及我們就是最希望做的是媒體的自律的推動 然後我們也會跟其他的一些媒體合作 例如說辦一些論壇或是一些專題 那我們希望成效呢 其實當然就是導入公民的觀點 讓他們進入網路新聞媒體裡面 然後自律就是民間團體跟公民一起對網路新聞媒體去形成一些壓力 然後讓網路媒體去發分子發揮自律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提升台灣網路新聞的品質 然後驗屍動物園的影片 大家有看到 其實不是那麼驗屍的 我必須要講的是說其實自律還是有效果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那個現在的自律模式 那自律模式就是說 像上次的國道5號 或者是之前的一些殺人事件發生完之後 其實第一時間的當天晚上 我們就會馬上通知衛星公會 他們馬上就會通知所有旗下的電視台業者 啟動自律機制 這個事情我們是一直有在做的 所以說各位看到的新聞已經是自律自律 在自律之後的最自律的成果 但是或許大家還是不滿意 但是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成果 其實是大家現在做各位 每一個人都有貢獻 也就是說大家的一直監舉媒體 那會對媒體造成壓力 那現在或許大家不滿意 那我覺得有一個做法是說 那大家可以再更努力一點 我覺得媒體自律是非常重要 媒體自律必須要是結合 民眾的在座各位的他律 這樣子我覺得台灣民眾會更好 所以我們這個計畫的衝擊目標 就是在推動網路性的自律 再加上大家的他律 我覺得台灣的媒體環境一定會變得更好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今天來 跟在這邊要跟大家 各位分享的目的 謝謝大家